全台以金鱼为主题的儿童游戏场 巴黎商港公园 经过多位名义代表协助争取经费之后 已经重建完成正式启用 充满童趣而且有互动性的游戏空间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虽然重新启用这一天下着雨 但小朋友穿着雨衣还是玩得不一乐乎 这座以金鱼为主题的上港公园 经过重新整建之后 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这个金鱼公园已经有七八年了 地垫已经坏掉了 有一些漆已经掉了 感谢陈佳琪议员 孟凯委员跟我们新北市政府 颇一些经费来做 比旧的设施还好还精致 不会 我要保护你们 不要 新启用的儿童游戏场 除了设有金鱼主题的滑梯 攀爬设施和鞦韆之外 还进行了铺面改造 提升安全性 确保小朋友在游戏的过程中 得到充分的保护 改建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金鱼 它的造型有重新的改变 然后我们整个地垫也都更新 成这个更Q弹的一个 符合法令的一个地垫 我们整个设施也重新做维护 希望带给小朋友欢乐的空间以外 也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而且很重要它是一个无障碍的游戏场 有身心灾害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玩溜滑梯 但是当然一定要有家长来陪同 同时园区内增加了多处的座椅跟遮阳布 为家长跟孩子提供舒适的休憩空间 公园还配备完善的步道系统以及公厕设施 希望提升休憩的品质 记者高兴峰 林锦宇 巴黎采访报导 adjusting to the curve clean 记者高兴